此外街上随处可见的首摇茶饮料店 是不是也有问题呢 依然就调查说 台北市有八家之名的连锁饮料店 是完全没有标注原料和营养成分 而这量的标示也只有四家有标明 因此要求市府和中央应该要修法把关 林郎买目的饮料天气凉 现点一杯热奶茶超方便 不过喝下多少糖分您知道吗 热量 标示 业者自己也是一问三不知 议员调查台北市八家知名连锁饮料店 其中清新都可康拜和吃茶去 在官网或是柜台有标注每一种饮料的热量 而清日橘子工坊水象茶弄 还有市占率第一名的五十兰 则是完全没标 我今天要特别点名我手上这一杯五十兰 它是现在连锁最大的87间连锁分店在台北市 营养成分热量它没有一项有标示八大连锁的手摇杯针对甜度 哇大家看到各类规范各管各的消费者还要从甜度去反推它的热量是多少卡 我想大概只有好市长这种食品营养学博士 他可能有一些基本的知识 医院批评北市府辅导业者标示热量只做半套 更质疑食品卫生管理法认定手摇茶饮料属于散装食品 不必标注原料和营养成分 这八家连锁饮料店根本罔顾消费者食品安全 他们都是去跟上游厂商买桶装的原料 原始的桶装饮料里面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最后后端我们消费者是看不到的 会在辅导业者尽量尽量还是要做一个很清楚 对他们今天所销售的热量标示 甚至于营养标示 市府承诺最快今年会向中央提出修法需求 食安问题层出不穷 政府若不好好把关消费者的信心恐怕会完全扫地 民事新闻刘芳琪 叶家军